印尼科马话剧社从4月3日至4月19日 呈现第139部舞台剧作品《白蛇传》 《白蛇传》这部中国经典爱情故事 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版本 在我国也是家喻户晓 1994年科马话剧社首次将这部中国经典故事 搬上舞台剧 相隔20年科马话剧社再度演出《白蛇传》 本周大专访带您来了解 大家好 又到了大爱专访单元 今天我们来到雅加达的中部 欣赏一出舞台剧 这是科马话剧社的第139部作品 讲述的是中国古代经典的爱情故事 白蛇传 白蛇传在印尼可谓家喻户晓 而今天演员们采用印尼语 并融入印尼当地特色的文化 使大家更容易接受并且理解 现在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白蛇传》 《白蛇传》中国著名民间传说 描述的是一个修炼成人形的白蛇精与凡人的曲折爱情故事 《白蛇传》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 并受到各界人们喜爱 在我国更是家喻户晓 舞台上富贵大器的中国建筑 雕龙石柱 雍龙华贵的布景 为今天的表演拉开序幕 早在1994年 印尼科马话剧社就把该故事搬到舞台上演出 相隔20年 如今科马话剧社再度将《白蛇传》重新演出 采用新一般的演员 同样在中亚加达的伊斯马尔马杜奇文化中心进行演出 从4月3日至19日 每天一场演出吸引四面八方的观众 白蛇传是科马话剧社的第139部作品 全程演出为四个小时 利用舞台设计 音乐 道具 服装 以及各种演出效果 让全场观众都无比沉醉和享受 所有演员的服装都结合了印尼文化元素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巴迪腊染布 科马话剧社曾经将多部中国经典故事改编成印尼版舞台剧 例如《梁山博语注英台》《薛仁贵》等等 科马话剧社成立在1977年 至今已有38年历史 每次的演出都启用了不少团圆 当中培养出国内许多资深演员 《白蛇传》里讲述的是一条 修炼一千年的蛇妖 为了报答前世恩人的救命之恩 并化为人形下凡 与这位许仙结为夫妻 只不过导演稍微做了一点修改 将故事情节融入一些印尼文化 让观众更容易吸收 作为中国民间代代相传的爱情故事 《白蛇传》在人们的心目中 占有相当的地位 期待有更多的作品 让印尼演艺圈可以发光发热 《白蛇传》时动力で次第开播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